被風,醬油 是 海哥,為了今天我已經留定肚子 有什麼好的食物,儘管放馬上起 Sam? Searching 山 suarim 這裡可以說是橋橋街都有驚喜 見你我都很好看 立即出發吧 第一集當然要嘗試澳門正宗第三代的蛋球仔 蛋球仔? 即是像香港雞蛋仔一樣 跟我來吧 對峙啦 不過澳門這隻就特別大顆 特別重料 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啦 很多澳門人小時候就吃過蛋球仔 好像這一間已經有七十多年歷史了 可惜八十年代曾經離場 幾年前 他的孫子好想這款澳門美食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所以再開番 加點新意 敬受歡迎 現在每天賣成幾百分 嘩 傳統得來又很有創意 還有這麼多味道 來到澳門當然要挑招焦糖葡萄味 嘗試一下 嗯 很美味 外脆內軟 可以吃到雞蛋仔又可以吃到葡萄 一天我滿足了兩個月 先吃這個潮流之蒜的鹹蛋黃蛋球仔 看看好足料 嗯 好美味 吃到蛇鴿 要控制著不會吃那麼多 阿生 還有下場 不要吃光 走吧 到了 來了澳門這麼多次 我都沒來過這裡 很多人都未必吃一隻隻 而街市一帶人吃 對於澳門人來說 這裡可以說是最出名的地道販購 很多人是小店的 好像每間都很有本事 這個街市有整個世紀的歷史 很多澳門人都會來這裡買菜 吃東西 很多都是家族小店 每一間都有私房秘方 一代全一代 所以就保留了最地道的澳門美食 菜佬你好 這位就是菜佬 這位阿Sam想認識你 找點東西吃 這兩位 來到澳門一定要吃豬扒包 這裡不是普通的豬扒包 老闆 麻煩要一個蜘蛛蛋球 好 麻煩 蜘蛋球 蜘蛛蛋球 蜘蛛蛋球 是甚麼 猜一下 芝就是芝士 那豬就是豬扒 蛋就是蛋 波 是不是他說的形狀 算厲害了 即是芝士豬扒菠蘿包 就是我和你的結合 即是澳門加香港 嘩 我不客氣了 這位芝士豬扒包很鬆軟 還有芝士味 還有芝士豬扒包很脆 嘩 這個西多士好像普通了 你先切開看看 這個咖喱真的很香 又不會太辣 再加上西多士 好棒啊 沒有介紹錯 這間店舖 地道得來又有創意 香港消息到澳門之後 進化了 棒啊 SAM 現在帶你去吃日本食 雀仔園街市附近 有日本食物嗎 是 就是這間 這裡是由一對夫婦經營的 澳門人太太就住你這裡的便當 和甜品外賣 日本人丈夫就是負責另一邊堂食餐廳 嘩 好多款式 賣上還很精緻啊 不如我們試這個吧 試了這個櫻花醋 它酸酸甜甜吃到很開胃 會越吃越想再吃下去 海哥 我專程來到澳門 你是不是應該要帶我去吃蒲國菜呢 SAM 這間就最適合你了 正所謂高壽在民間 不要看店頭細細 這間小店的澳門加蒲國地道Fusion菜 味道是數一數二的 這樣就可以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了 有什麼好吃先 這道招牌菜有幾款 你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給你一個提示 外表不在一起 差點被你霉倒 嗯 它每一道菜都很香 除了這個跟雞肉有關 其他我又真的想不到 所以呢 我不猜了 我要吃了 這道其實是鮮忌廉薯蓉焗馬芽休 你看看 超足料 切開更加香 淡淡都充滿了忌廉薯蓉和馬芽休 加上店頭的焦香 好正呀 這隻雞切開 其實養了飯在裡面 裡面的飯真的猜不到 飯有茄質味 還要吸上雞味 超好吃 而這一味其實是日本芥末燒陽安 醃料和燒法應該是葡式的 加上芥末更加惹味 告訴你 在澳門的確有很多家庭式小店 就像這裡一樣 很多菜式都是老闆自己淋出來的 改變少許烹調方法 轉一轉醬汁 但又依然保留葡國菜的純粹 很多澳門人和遊客都很欣賞 想得知澳門在2017年 被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評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道 哇 那你也知道 厲害 失敬 Sam 到目前為止 你滿意嗎 好吃就好吃 但澳門還有沒有 很有特色又很好吃 還可以影響 Ap Like的Find Dine 果然會吃有要求 那我唯有出超別 這間餐廳 融合傳統的澳門味道 融合新派的烹調手法 充滿滿味的賣相 設計了一系列極富澳門特色的菜式 味道和用來打卡都一流 大家都知道 來澳門有吃極嚴的馬介休 烹調方法也有很多 來到大廚手上 就變成蛋卷釀馬介休 賣相漂亮之餘 還很好吃 馬介休的鹹香味 和蛋餅的蛋味 做到平衡 兩種都不會搶到大家的味 我覺得做得剛剛好 澳門有個粥是名物 知道是什麼粥嗎 我知道 水蟹粥 不過這裡不是吃粥 是水蟹味道 它的味道和水蟹粥其實差不多 但它的口感會比較豐富 加上薑的味道很特別 很甜 很喜歡 它的蟹肉還有超鮮甜 很棒 超香蟹味 可哥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我們到處吃了一整天 但都沒有手信店 哦 你想享受澳門手信? 我有辦法 這裡有葡萄牙啤酒 豬肉乾雲吞 烘人餅拉冬 兩大手信在一起到 快點試試看 這次終於見識到澳門倉醫城市 未吃之都的厲害了 多謝你呀 海哥 我想我下次來留一天肚都未必夠 留兩天我想就差不多了 那你11月一定要來澳門再吃 因為到時在西華湖廣場 有一年一度的澳門美食節 有超過100個的國際和本地的美食攤位 一定可以吃到全世界了 好啊 讓我多點朋友來 一定要啊